大家好,欢迎来到心灵回收站,婆婆总说自己胃不舒服,碰巧我妈最近也说自己胃口不好,我就带婆婆和我妈一起去做了个胃镜,没想到,婆婆只是有点严正,我妈却查出来了胃癌,拿着那张检查报告,我如遭雷击,我下意识地把检查结果瞒了下来, 跟两位老人说都没什么问题,让他们不要担心,然后像没事人一般把他们各自送回了家,直到车上只剩我一个人了,我才终于卸下防备,哭了出来,我六神无主地拨通了老公的电话,我是单亲家庭,所以除了妈妈之外,她就是这个世界上跟我最亲密的人了, 在最脆弱的时候,我只能想到她,听到我的哭声,陆怀的声音顿时紧张起来,出什么事了,精精,是不是我妈的体检报告有什么问题,我摇了摇头,小声啜泣着,不是,陆怀,是我妈,我妈得了胃癌,这可怎么办呢,陆怀与我相恋十年,我们还孕育了一个孩子, 我本能地把她当作了所有的依靠,对她有着无比的信任,我以为她会好好安慰我一番,让我不要着急,她跟我一起想办法,就像我数次在她失忆时安慰她那般,可她接下来的反应,却给了我当头一半,让我如坠冰枯,意识到得癌症的是,我妈而不是她妈之后,她先是本能地松了一口气, 似乎是放下了心,然后她又试探性地问我,胃癌,精精,那你还要治吗,我被她的这个问题问猛了,先是愣了一瞬,然后是铺天盖地地怒火,我的声音几乎是在嘶吼,当然治啊,为什么不治,陆怀,那可是我亲妈,可我的咆哮,却并没有任何作用,陆怀的反应出奇的平静, 她叹了一口气,惊惊,可是胃癌是治不好的,而且我们现在车贷,房贷都还没还完呢,文轩每年补习班的费用都够我们受的了,哪还有钱拿出来给你妈治癌症啊,原来,在她眼里,无论是车子,房子,还是儿子的补习班,都比我妈的命要重要,可笑,太可笑了,我突然感觉, 我们的这段婚姻就像个笑话,我甚至只告诉她我妈得了癌症,她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安慰我,而是害怕我给我妈治病,会降低她的生活质量,进而阻拦我给我妈治病, 我气愤地结问她,陆怀,如果你妈得了癌症,你治不治,陆怀沉默片刻,居高临下地告诉我,不会,我会带我妈去旅游,去游玩,让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过得有尊严,有价值一点,不把她最后的生命浪费在医院里, 我突然有点想笑,我当然不信如果事情真发生在她身上,她还会像现在这么淡定,她之所以这么说,只是因为鞭子没有打到自己身上罢了, 如果真的是她妈生了病,她可能比我还着急,当初她妈只是得了个流感,她就心疼得不得了了,赶紧带她妈去医院住了院,生怕她妈出现一点闪失,怎么现在生病的人变成我妈了,她就开始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呢, 我擦干眼泪,语气满含嘲讽,旅游,癌症晚期的病人每一个细胞都在痛,你告诉我,拖着病体怎么旅游,放弃治疗的话,生命可能只有几个月,但好好治疗的话,可能能活好几年甚至更久,你凭什么轻而易举的就让我放弃,陆怀自知理亏,被我噎得有些说不出话来,但她还想再争辩几句, 可是,我不耐烦道,没什么可是的,我已经决定为我妈治疗到底了,你不愿意出钱没关系,我们把这房子卖了,当时买这房子的时候我也出了一半,我们把婚房卖了,我用我的那一半钱为我妈治病,这房子买的时候花了一百万,我们各自出资了一半,现在已经涨价到两百多万了,一半房款, 足以给我妈治病了,没想到,陆怀还是拒绝了我,不行,合金,这是我们的婚房,把房子卖了,我们两个住哪里? 再说了,你就算不为我考虑,也得为我们儿子考虑啊,这套房子是学区房,卖了房儿子去哪儿上学啊? 我冷笑一声,读书在哪儿不能读,儿子现在才刚上小学,在哪儿读不都一样,房子卖了又不是不能租房,难不成卖了房子你就得睡大街了? 陆怀长叹一口气,似乎终于做出了决定,合金,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我只能跟你离婚了,我只是你的老公,不是你的父亲,我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为你母亲的病情买单,你妈和我之间,你选一个吧。 虽然对陆怀已经失望透顶,但当离婚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口的时候,我的心还是被深深刺痛了一下,我曾经怎么也想不到,我与陆怀的婚姻会因为这个原因而结束,在我最无助的时候,这个我曾决定要共度一生的男人竟然会选择与我离婚,遥想当初结婚时的誓言还犹在耳畔。 他曾说过,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与我不离不弃,可结果,才遇上一点挫折,他就要把我抛下跑路了,这残忍的现实,我强压下心头的苦涩,点了点头,好,我过几天带我妈去北京看病,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局领离婚证,顺便把房子挂到网上卖了,行,合金,你别后悔就行。 说完,陆怀就冷漠地挂了电话,这一刻,大概就是我人生的至暗时刻吧,一个至亲得了癌症,以后生死难料,同时又刚发现另一个至亲丑陋的真面目,两种食骨之痛同时出现,着实是痛彻心扉, 我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回了家,打算收拾一下东西,然后带着儿子回我妈那儿住几天,我妈想她外孙了,也不知道这一走的什么时候才能见面,没想到,我一进家门,就看到了婆婆,此刻她抱着文轩坐在沙发上, 正一脸愤怒地看着我,她使了个眼色,儿子就会意地朝我跑过来,抱着我的腿哭道,妈妈,你能不能不要跟爸爸离婚啊? 琪琪的爸爸妈妈就离婚了,她爸爸妈妈都不疼她,她好可怜,我不想也变成她那样,虽然不知道婆婆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看到孩子这么哭,我的心也软了几分,我把儿子抱了起来,给他擦了擦眼泪,傻孩子,就算爸爸妈妈离婚了,也还是爱你的呀,爸爸妈妈对你的爱是不会变的,儿子的眼睛亮了几分, 问我,真的吗?我定定地点了点头,这时,婆婆却咳嗽了几声,似乎是有意在提醒什么,儿子似乎想起了什么,忙道,不对,如果你真的爱我,就不该跟爸爸离婚,还要把房子卖了,如果你卖了房,我们一家以后住哪里呀? 我叹了一口气,摸了摸文轩的头,可是,宝贝,外婆生病了,我们把房子卖了,就有钱就外婆了呀,外婆平时对你那么好,你也不想外婆有事对不对? 我说完,儿子陷入了沉思,婆婆这时候咳嗽了一声,儿子这才又说道,可是外婆的病是治不好的,你卖房给外婆治病我就不能上学了,爸爸跟奶奶也没地方住了, 妈妈你心里只有外婆,一点都不为我和爸爸考虑,你是个坏妈妈,说完,她生气地挣脱了我的怀抱,然后飞奔到了婆婆怀里哭了起来,如果说陆怀的态度对我来说是切腹之痛的话, 那么,儿子的这番话就如同刀割一般插到了我心上,我无法置信,我精心教养的儿子,会脱口而出这么一番话,活脱脱一个小白眼狼,我心死了,婆婆给了儿子一个满意的眼神,然后高傲地开口教育我,看吧,连我们家文轩都知道,癌症是一个无底洞,不可能治好, 就你还神经兮兮兮地想给你妈治病,你就算不为我跟小怀考虑,也得为文轩考虑一下吧,作为文轩他妈,你不替他谋话,也就算了,居然还想卖房拖他后腿,你是孝顺了,文轩以后怎么办,他还是个男孩呢,以后没了房子,他怎么找媳妇,儿子靠在婆婆怀里,听到这话,同样怒气冲冲地看着我, 似乎我真的是什么抛夫妻子的罪人一般,可是,我只是想用我自己的钱来给我亲妈治病而已啊,我错哪儿了,我冷笑一声,要是得了癌症的那个人是你,你还能这么大言不惭地让你儿子放弃治疗吗? 林翠如,我要拿回来的是自己的钱,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跟我道德绑架?林翠如被我这么毫不留情地对了一番,他的眼眶刷得一下就红了,眼里顿时蓄满了泪水,这时候,陆怀终于从卧室冲了出来,见他妈哭成了这个样子, 而我还像个没事人一般站在一边,他发飙了,何惊,你凭什么诅咒我妈,他只不过是好心劝你几句,你不听就算了。 至于说出这么恶毒的话嘛,笑死,刚刚婆婆骂了我那么多,陆怀都没说一句话,而我刚刚只反驳了一句,他就迫不及待地出来指责我了,现在的我,对陆怀不再抱有一丝一毫的幻想,只剩下了厌恶,我抬了抬眉。 哦,我有说错什么吗?不是你说的,如果你妈得了癌症,你就放弃治疗,让她回家等死吗?怎么你咒,你妈可以?我说就不行了,不就是转移矛盾吗?谁不会啊?婆婆将我与陆怀的矛盾转移成我与儿子的矛盾,我也同样将我与他们的矛盾转移成了他们内部的矛盾,目前看来,效果十分显著。 婆婆不可置信地看着陆怀,见陆怀的脸色有些不自然,她当即就明白了,她冲陆怀哭好,你这个不孝子,有你这么说你妈的吗?你是不是早就想我死了?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容易吗?你个白眼狼,瞧吧,刚刚让我给我妈放弃治疗的时候,说得那么大意凛然,轮到自己身上就生气了。 她可真是双雕啊,陆怀赶紧手忙脚乱地去哄她妈。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万一是你出师我肯定救你啊。 我要不这么说,合金能同意放弃治疗吗? 后面的两句,她说得很小声,但我还是听到了。 这一刻,我对陆怀充满了鄙夷,我翻了个白眼,冷冷地回道,哦,所以你这么说纯粹是为了让我放弃给我妈治病,保住这套房子。 陆怀呀陆怀,你比我想象得更加恶心。 陆怀被我激怒了,她彻底撕下了伪装,露出了贪婪的真面目,我就是不愿意卖房怎么了,是你妈病了,又不是我妈病了。 我凭什么要为了给你妈治病而卖掉自己的房? 合金,你别用这副眼神看我,你也没比我高尚到哪儿去,你眼里只有你妈。 压根没位,我跟文轩考虑过,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帮文轩保住财产。 我告诉你,离婚可以,房子跟儿子你选一个吧,不可能所有的便宜都让你占了。 我知道她在打什么主意,她是想用母爱来套劳我,让我为了儿子的抚养权而放弃属于我的半套房。 可她错了,抚养权是什么?能有我妈的命重要吗? 何况还是一个小白眼狼的抚养权? 我不加思考,就给出了回答,没有选择的必要,那半套房子是属于我的,谁也夺不走。 至于儿子要跟谁,她自然有自己的决定,我不会干涉她,路怀极了,如果我就是不离呢? 我只要拖上几个月,不卖房也不离婚,等你妈死了,自然能省下这笔钱。 看看到时候你能拿我怎么办,我却一点都不恼,看着她的脸,就像是在看一个智障。 你以为不卖房不离婚就能省钱,你是不知道贷款这个东西吗? 我完全可以贷款给我妈治病,有这套房子在我完全可以贷得更多,反正我们没有离婚。 以后你还得跟我一块还,到时候你可别后悔现在的决定。 明天去不去民政局,随你,反正离不成婚,我就去借贷,我妈这病总有办法治。 说完,我不顾路怀和他妈的咒骂,带着我的行李潇洒离开。 如果别人不同意让你开窗,你就主张掀掉屋顶,两害相较取其轻。 那样,他们就同意开窗了,在利益的驱使下,我笃定陆怀会妥协,刚离开没多久。 我就接到了一通电话,是医院那边打来的,是和女士吗? 不好意思,由于我们一个实习护士的疏忽,不小心把林翠如女士和何秋女士的检查报告弄反了,像是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喜讯击中。 我有些头晕目眩,我试探性地问道,什么意思? 电话那头耐心地向我解释,一股狂喜涌上心头。 我忍不住脱口而出,所以,你的意思是得胃癌的不是我妈,是我婆婆。 电话那头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是这样的,你有空可以带他们再来医院一趟。 我们愿意免费提供一次检查,我挂断电话,却感觉整个世界都轻松了,一直压在肩头的重担,一下子消失无踪,我仿佛飘在了空中。 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劫后余生的感觉,然而,这份喜悦过后,我又觉得这是天意的安排。 这次乌龙事件,或许是上天对我的一种眷顾和馈赠。 如果一开始就查出是婆婆的问题,我可能无法看清婆婆和陆怀的真面目,说不定还会盲目地倾尽所有去救她。 无微不至地照顾她,那样的话,我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号大傻瓜。 我急切地赶回家,一进门就听到婆婆刻薄的声音,她正对着视频里的妈妈恶毒地辱骂。 妈妈坐在沙发上,神色颓迷,眼里满是恐惧和不可置信。 看到这一幕,我愤怒至极,一把夺过妈妈的手机,对着电话那头的婆婆吼道, 你骂谁是自私鬼,死老太婆,我告诉你,要死也是你先死,你这辈子绝对会死在我妈前面,等你死了,我肯定敲锣打鼓,好好庆祝一番。 我挂断电话,直接将婆婆拉入了黑名单,我不会再给她任何骚扰妈妈的机会。 然而,我心中的怒火仍未平息,抬头看到妈妈那张魂不守舍的脸。 我忙向她解释这一切都是误会,真正得癌症的是婆婆,妈妈一开始还不敢相信, 直到我重新拨通医院的电话,从医生口中听到实情,她才放下心来, 平复心情后,妈妈担忧地问我,那你婆婆那边,你打算怎么办? 她得了癌症,如果她知道了,赖上你怎么办? 我安慰妈妈道,不会的,妈妈,我不会再给她们任何伤害我的机会, 我现在非常清醒,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余生,我只会为了我和妈妈而活,我拍了拍妈妈的手,给了她一个坚定的眼神。 第二天,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前往民政局,抵达后,我惊讶地发现陆怀竟然比我还要早到, 她脸色阴沉地靠在车门上,仿佛全世界都欠她五百万似的, 一看到我,她便冷着脸向我走来,哟,来得够早啊,我笑着打趣道,看来是真怕我去贷款, 陆怀冷哼一声,你还真是冷血,你妈都得癌症了,你还笑得出来,我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按想,到底谁妈得癌了还不一定呢,虽然我内心鄙夷,但表面上却保持着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跟你离婚,我当然得笑了,这可是喜事一桩,我轻松地说,陆怀被我噎了一下,眉毛拧成了麻花, 她颇为气恼地说,你可真是牙尖嘴利,一张嘴就能呛死人,说不定, 你妈的癌症就是被你这张嘴气出来的,或者说,你妈得癌就是你口无遮拦的报应, 真是天理昭昭,报应不爽,因为舍不得那半套房子, 她用尽了她自以为最恶毒的字眼来辱骂我,每一句话都像诛心之鉴, 如果没有那通电话,我可能真的会被她这番话击得当场崩溃, 开始自我怀疑,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那样她的目的就达到了, 然而,我妈的病只是一场乌龙,现在的我已经变得刀枪不入, 我冷静地回应道,哟,我的嘴还能致癌,那你跟你妈可得赶紧去医院查查, 被我喷了这么多句,你跟你妈只定得癌症晚期了吧, 陆怀再次被我噎了回去,她气得后槽牙都快咬碎了, 看我的眼神仿佛要把我吃掉一般,何惊, 你说话别太过分,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走,让你妈拿不到钱治病, 她威胁道,我眼里波澜不惊,淡淡地说,随便,又不是不能贷款, 只要还贷的时候,你别哭就行,陆怀怕了,她沉默片刻,终于向我妥协, 好,那我同意分割财产,但前提是孩子归我, 你需要按时向我支付抚养费,你妈的治疗费从此以后与我无关, 你不能再因为你妈的病,找上门来,跟我要钱, 她还真是生怕我赖上她,我为她生了一个孩子, 可她却在知道我妈得癌之后,不但一分钱不想替我分担, 还惦记着孩子的抚养费,真是自私又无情, 不过我不想再与她周旋什么,为了尽快与她离婚, 我点了点头,好,我答应你,由于达成了共识, 离婚手续办得很是顺利,只等一个月之后来拿离婚证就可以了, 离开民政局后,我和陆怀又一起联系了房产中介, 将婚房挂到了他们的官网上, 分别之前,我又好言提醒了一句, 我真的建议你去医院给你妈查查,说不定你妈真的得了胃癌呢, 早发现早治疗,虽然语气诚恳,但脸上却是显而易见的戏谑, 看我嬉皮笑脸的样子,陆怀怒了, 何惊,我说了多少次,你不准再咒我妈了, 你再这么说,信不信我对你不客气, 我忙收敛了笑意,抿住嘴唇,语气哀伤地说, 好吧,那我以后不提了, 陆怀这才满意地瞥了我一眼, 不懈地走了,我如释重负地拿出手机关掉录音, 提醒的义务已经完成了, 陆怀,这可是你自己不愿意相信的优, 为了防止事情败露, 我给我妈抱了个为期一个月的旅行团, 让她出门散心去了, 由于房子挂的价格比较实在, 很快就找到了合适的买家卖了出去, 我和陆怀当场就把房款分了一人一半, 谁也不占谁的便宜, 一个月后,我成功地拿到了离婚证, 当离婚证握在手中的那一刻, 我和陆怀都松了一口气, 仿佛卸下了沉重的负担, 我们彼此都明白, 这是为了不再承担对方的责任, 为了各自的新生活而做出的选择, 这时,陆怀突然跟我聊起了天, 似乎是在解释自己的行为, 何惊,你也别觉得我绝情, 你要知道, 是个男人遇到这种事都会跑的, 癌症就是个无底洞, 如果你非要坚持给你妈治, 就算我再有钱, 也迟早被你给拖垮, 我得为我们儿子考虑, 我不能像你一样意气用事, 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反驳他的话, 而是附和地点了点头, 嗯,你说得对, 我得向你学习, 陆怀显然没想到我会这样回应, 他有些不知所措地挠了挠头, 然后笑了笑, 你明白就好, 我也笑了笑, 但心里并不认同他的观点, 离婚证拿到手的第二天, 我就看到陆怀发了个买车的朋友圈, 我查了查, 那辆车至少四五十万, 他又用剩下的房款付了个首付, 背了三十年的房贷, 看来, 他余下的钱所剩无几了, 在刷朋友圈时, 我又看到了林翠如发的一段视频, 视频中, 他那边的所有亲戚都聚在一起庆祝过年,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意, 婆婆抱着文轩, 开玩笑似的问道, 轩轩, 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呀? 文轩几乎是想也不想地就回答, 我想要一个新妈妈, 所有人哄笑成一团, 婆婆更是笑得脸上的褶子都聚到了一起, 他随即又问道, 为什么呀? 之前的那个妈妈不好吗? 文轩把头摇得像波浪鼓一样, 说道, 不好, 不好, 她是个坏妈妈, 她这个黄脸婆天天补贴娘家, 轩轩不要她, 还是爸爸和奶奶对我好, 轩轩想要一个年轻漂亮的新妈妈, 虽然心里早有准备, 但听到她这么说, 我还是难免有些失望, 我自认为一直以来在孩子的教育方面都尽心尽力了, 可不知是基因问题还是婆婆的耳濡目了? 她还是长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如果说之前还有些犹豫, 那我现在已经彻底下定了决心, 放弃这个孩子了, 于是我停掉了陆文轩200元一节的钢琴课, 以及其他所有的特长班, 这样一来, 每个月直接省下了两三千块钱, 这些钱用来给我和我妈买衣服多好, 不比砸在小白眼狼身上舒服得多, 然而, 这一举动却惹恼了婆婆, 第二天, 她就堵在我家楼下骂起了街, 何经你给我出来? 你跟我儿子离婚是你俩的事, 凭什么把气撒在孩子身上? 你停了孩子的辅导班, 让他以后怎么办? 你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他大声地叫喊着, 我可不会认他诽谤, 我拿起手机就下了楼, 他见到我之后骂得更狠了。 你知道孩子现在在家里哭得多厉害吗? 他觉得你讨厌他, 所以不但离婚不要他了, 就连钢琴课都给他停了。 你心怎么这么狠? 我疑惑地看着他, 不是你们不给我儿子的抚养权吗? 怎么又成了我不要他了? 何况他的抚养费我前几天才打过去, 那些钱给他报辅导班, 绰绰有余呀。 一听我这话, 围观群众就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他们看我的眼神多了几分同情, 看林翠儒的眼神则充满了鄙夷, 被围观群众们窃窃私语, 林翠儒的脸瞬间变得通红, 仿佛被烈火焚烧, 他愤怒地盯着我, 言语中充满了怨毒, 怪不得你妈得了癌症, 都是报应, 我愣住了, 疑惑地问, 谁说我妈得癌症了? 你跟我妈的体检报告弄反了, 得了癌症的明明是你呀, 怎么你儿子没跟你说吗? 林翠儒的脸上闪过一丝慌乱, 她强装镇定地说, 怎么可能, 你开什么玩笑, 你妈不早就住院了吗? 你别吓我, 就在这时, 我妈正好回来, 她刚跳完广场舞, 衣着亮丽, 容光焕发, 哪里还能看到一点病容, 林翠儒顿时慌了神, 我继续说道, 看吧, 我妈身体好得很, 奇怪我之前明明跟陆怀说过的呀, 还劝你, 带你去医院检查来着, 她怎么一点都不上心啊? 我的话让林翠儒开始相信了我, 她的眼神中多了几分同情, 然而就在这时, 她突然崩溃, 吐出一口鲜血, 晕了过去, 我赶紧拨打了120电话, 将她送往医院抢救, 一个小时后, 陆怀匆匆赶到了医院, 身后还跟着两名民警, 显然她报警了, 想让警察来抓我, 她一见到我就怒了, 警察先生, 就是她, 她为了跟我离婚, 隐瞒了我妈的病情, 耽误了我妈治病, 你们赶紧把她抓起来, 然而, 她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我一个巴掌打到了脸上, 我怒视着她, 骂道, 畜生, 我早在一个月前就告诉你, 让你带妈去医院检查, 你为什么不听, 现在好了, 她躺在里面生死未卜, 你满意了, 陆怀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似乎在想我把她的台词说了, 然而, 我却没给她反驳的机会, 继续说道, 里面躺着的可是你的亲妈, 你在知道我妈生病的时候跟我离婚, 逃避责任也就算了, 可里面躺着的是生你养你的母亲, 你却为了省钱, 瞒着她不给她治病, 你还是人嘛, 陆怀开始反驳我, 没有你胡说, 然而, 我却没理她, 自顾自地放出了那段录音, 录音里, 我真诚地劝陆怀, 带她妈去医院检查, 说她妈的病, 很可能是胃癌, 可陆怀却十分不耐烦地拒绝了, 说她说了很多次了, 让我不要再咒她妈了, 否则她就对我不客气, 录音的时间正是医院通知我的第二天, 因为陆怀的话里用了很多次在等字眼, 证明我之前就有劝过她, 只是她不听而已, 我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看着陆怀, 不是我害了你妈, 而是你的汇集记忆害了她, 而且, 我有理由怀疑你故意不想给你妈治病, 所以瞒着她, 在我告诉你你妈的病情之后, 你屡次大额消费, 又是买车又是买房, 没有留一点医药费给她, 你是存心想要她的命, 在警察审视的目光下, 陆怀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她急痴白脸地为自己辩解, 你放屁, 我只是害怕被你借钱而已, 压根没有要害我妈的意思, 然而, 我却不慌不忙地追问, 我为什么要跟你借钱, 我妈又没生病, 生病的是你妈, 你这个理由压根不成立, 陆怀的所有理由都被我堵了回去, 她再也找不到辩驳的借口, 一时间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恼羞成怒之下, 她竟然想出手揍我, 我跟你拼了, 然而, 她的拳头没有打过来, 我眼疾手快地躲到了警察叔叔后面, 然后偷偷地冲她做了个鬼脸, 警察都被她气笑了, 在我们面前, 你还想动手, 当我们是吃干饭的, 陆怀直接哭了, 我没有, 是她先说我的, 我不是警察, 却压根没听她的解释, 而是严肃地批评了她一顿, 然后把她带回了警局, 让她好好做了一番检讨, 她叫来的警车最终拉走了她自己, 她走之前, 我顺便让她把我垫付的医药费转给了我, 然后在陆怀那道想要杀人的目光中, 我潇洒离去, 林翠如的胃癌已经到了中晚期, 陆怀现在面临着两个选择, 一是豁出一切代价为她妈治病, 不过这样一来, 她新买的车子和房子都得搭进去, 估计还会欠下一大笔外债, 二是像她之前说的那样, 不治疗, 而是带她妈外出旅游, 让她妈在旅行中度过最后的时光, 可令我哭笑不得的是, 她最终选择了第三种方案, 那便是给她妈治病, 但是不花自己的钱, 也不知道她的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 她竟然想到要跟我借钱, 电话里她大言不惭地说, 何惊, 反正你的钱现在也没处花, 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 就先借给我, 让我给我妈治病去呗, 人命关天的是, 你总不能不帮忙吧, 我觉得她有病, 直接回绝了她, 并挖苦了她几句, 不可能, 奇怪你怎么还借钱给你妈治病啊, 你不是说癌症无药可治吗, 那你现在应该赶紧收拾收拾, 带你妈去旅游啊, 然后在陆怀难以遏制地 咆哮声中, 我憋着笑挂断了电话, 后来, 我又接到了文轩的电话, 电话里她哭着问我要钱, 妈妈, 奶奶生病了, 需要花很多的钱治病, 你把钱打过来好不好, 我很不留情面地拒绝了她, 当然不好啊, 你外婆生病的时候, 你都不让我救她, 那你奶奶生病了, 你也不该问我要钱啊, 文轩, 我每个月给你抚养费, 已经尽到了做妈妈的义务了, 话音刚落, 陆文轩就嚎啕大哭起来, 她气愤地骂我坏妈妈, 说我不要她了, 我现在不救她奶奶, 等她老了, 她也不养我, 我笑嘻嘻道, 我本来也没指望过你, 说完我便不再理会陆文轩的哭闹, 直接挂断了电话, 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没想到陆怀他们却拿这段通话记录做起了文章, 几天后, 我就在同城热搜上刷到了我自己, 他们通过对录音的合成与剪辑, 将我打磨成了一个发现婆婆得癌后, 就离婚跑路的坏人, 为了不耽误自己以后嫁人, 就连儿子也不要了, 把年幼的儿子和得癌的婆婆都丢给了陆怀自己, 视频里, 陆怀红着眼眶诉说自己的苦难遭遇, 背景是林翠如的病房, 陆文轩正懂事地给林翠如倒水, 由于陆怀长得还算帅气, 吸引了一大波女粉的心疼, 为了帮她渡过难关, 她们纷纷慷慨解囊, 短短几天就筹集了六位数的善款, 与此同时, 我的私信也被骂爆了, 你是人吗? 知道婆婆得了癌症, 就丢下丈夫跟儿子跑路了, 你怎么这么狠心, 你妈早晚也会得癌的, 这是你的报应, 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这句话我在你身上证实了, 其实看到这些私信, 我一点都不生气, 因为我已经能想象到, 他们以后得知了实情, 又一脸惭愧地找我来道歉的样子了, 说实话蛮搞笑的, 想到这里, 我没有犹豫, 马上着手, 开始整理手上的证据, 准备反击, 由于工作性质原因, 我经常需要联系客户, 为了不漏掉重要信息, 我手机上的每一通电话都有自动录音, 最近, 我把与陆怀的通话录音剪辑到了一起, 其中包括他反对给我妈治癌症, 然后大言不惭地说如果得病的是他妈, 他就不治了地言论, 这些录音将是垂死陆怀的有效证据, 视频一经发出, 就引起了重大反响, 陆怀的名声由天堂跌落到了地狱, 从一个孝子慈父, 变成了一个双标又自私的大渣男, 而我则从一个趋利避害的拜金女, 姚世怡变成了爽文女主, 人人称颂, 他们说我的经历是爽文照进了现实, 陆怀的流量变成了我的流量, 这就是流量守恒定律, 我因此积累了大量粉丝, 成了个小网红, 因为回击的视频播放量太过火爆, 甚至还有商家问我能不能在评论区里 植入他们的广告, 不过我拒绝了, 毕竟陆怀他妈迟早要走的, 到时候他可能还会让人觉得可怜, 我不想在风波平息下来之后, 被人指责说我吃陆怀他妈的人写馒头, 我赚钱也不急于这一时半会儿, 陆怀已经消耗跑路了, 因为很多网友都让他退钱, 他以那些钱都用于给他妈治病了 唯由拒绝退款, 虽然钱保住了, 但他已经身败名裂了, 据说他还因为这件事而被公司解雇了, 成了无业游民, 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之下, 他最终选择让他妈放弃治疗, 带着他妈回家吃中药去了, 而我却因为这次网报直接财富自由了, 当陆怀跟他妈在家啃馒头咸菜时, 我正陪着我妈在国外度假, 当我躺在金黄色的沙滩上, 沐浴着海风和暖阳的时候, 我再一次接到了陆文轩的电话, 电话里有点吵, 隐约能听到陆怀和他妈吵架的声音, 陆怀说什么放弃治疗, 明明是要带他回家去旅游, 癌症幼稚不好, 让他在剩下的时间好好玩一玩不对吗? 为什么非要把钱浪费在医院? 林翠如都快气冒烟了, 骂他玩你个头, 现在都快疼死了, 哪有力气玩? 你个没良心的, 早知道当初就不该生他, 也不至于现在连个病都没人给他治, 他当初起码舍得卖房给他妈治病, 不像他纯粹就是个白眼狼, 陆怀也没惯着他, 而是骂了回去, 那也是他自找的, 别忘了当初是他把他逼走的, 要是他当初对他好一点, 他也不会不管他, 然后是二人对彼此更加恶毒的咒骂, 陆文轩哭哭啼啼的似乎是被吓坏了, 他哭着求我, 妈妈, 对不起我现在知道错了, 现在爸爸跟奶奶都不管我, 爸爸有时候还打我, 我不要跟着爸爸了, 我以后跟你住好不好, 我想你跟姥姥了, 他真的知道错了吗? 未必, 他现在之所以会选择我, 只不过是因为跟着我比他现在过得好而已, 就像他之前选择陆怀的原因一样, 他之前对我的被刺我永远都不会忘, 所以我只轻声开口, 不好, 我是个坏妈妈, 你还是去找你那年轻漂亮的新妈妈吧, 然后不顾他的哭闹挂断了电话, 并把他的号码拉入了黑名单, 从此之后, 除了给他打固定金额的抚养费, 我不会再与他跟陆怀有任何联系, 忘了说, 我账号的实名认证是我妈, 我名义上只是我妈的小打工仔, 一个月拿几千块钱工资那种, 就算给抚养费, 一个月两千块钱也顶了天了, 我不会让陆怀他们多占我一分钱的便宜, 从今以后, 我的钱只会给自己和妈妈花, 我也只会为自己和妈妈而活, 走过那些荆棘与坎坷后, 我的人生将近是坦途, 修复心灵的漏洞, 安装爱的补定,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